连锁速食店业者跟知名动漫大作猎人推出的联名卡包 才开卖不到几小时就全台玩售 当然也立刻在网路上掀起了转卖风潮 单张的隐藏版卡片就能卖破千元 不过卡牌业者表示价格的涨幅有限 但是保值能力则是可以期待的 太快了 真的太快 我觉得他们准备不好 应该更多卡片给人嘛 第一天就卖完怎么改了 我也跟同事有去牌 他去的时候就已经没了 看他很失望这样子 速食业者联名动漫大作猎人的卡包 在23日开卖不到几小时玩售一空 想买的民众纷纷哀嚎根本排不到 而业者周四也再贴出公告 下周在店内购买特定品项 就能免费获得限量猎人book牌 但似乎押不下网友的怒火 不少人都流言开酸 同时在网路上早已掀起了 猎人卡片的转卖热潮 全套包含隐藏版 已经可以卖到三千元 光是单张稀有大姐卡 就能卖破千元 跟黄牛差不多 它是三十多块价 真的 这么便宜 那应该算蛮扯的吧 太夸张了 因为其实那个卡片 我看到那些youtuber 就放到影片里面看 看起来挺好的 但不可能是这个价钱 民众直呼太夸张 有网友还联想到同一天开卖 秒杀的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笑说原来猎人等于周杰伦 不过对比先前同样造成话题的 宝可梦中心台北开幕特点卡 现在网路上还是要数百元 这次的猎人卡若是热潮过了 还有价值吗 我有看到的是在竞标的状况下 是有看到整套包含那个隐藏版大姐 是三千到三千五百块左右 保值的能力是有一定的 因为我有看到甚至有些国外的 比如说香港马来西亚的 或新加坡的这些人 他会想要取得这个卡图 这个卡牌这样 所以他也是很少去授权 卡牌给其他的特定的IP 或特定的联名 知名IP联名商机热潮吸引力惊人 业者提醒卡片的价值取决于需求量 若是稀有度降低 或是一窝蜂的热潮过后 也要慎防掉价的风险 记者赖北京陈伯辰台北采访报导